時尚新歡 時尚新歡 哈囉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時尚新歡.com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稍微復古一點點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科技 新歡時尚跟復古 真的只有一線之隔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進入 lomo的世界 最近lomo風潮又再度風行了 而且我覺得LOMO 因為我自己也開始做一點嘗試 真的是很好玩 因為你如果太真驚 通常我們都會希望 拍出來的照片就是 很漂亮很完美 但有時候不漂亮不完美 也是一種樂趣所在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LOMO的世界 節目現場我們邀請到了三位 很少看到就是我們的時尚達人 都是女生喔 首先第一位 我們要先來歡迎的是Twiki Twiki歡迎妳 Twiki在這個玩LOMO的過程當中 是比較擅長於用簡單的色調 拍出有風格的照片 因為我希望可以帶給大家 一種繽紛的樂趣 然後其實工作還蠻繁忙的 那可以藉由色彩 跟很多一些世界上的美景 然後去找到一種 就是給自己的一種力量 所以妳比較講求色調的一些 就是呈現這樣子 OK 這是Twiki 那麼再來就是Twiki的好朋友 也是受她影響 被妳拉進來玩LOMO的 Secret 哈囉 大家好 我是Secret Secret就跟Twiki比較不一樣 妳比較喜歡重曝的效果 是 為什麼呢 因為重曝的效果 妳常常就是可以發現說 透過影像的重疊 妳會發現很多不同的樂趣 嗯 OK 再來呢 這一位啊 大家會覺得說 為什麼Twiki從右邊跑到左邊去了 不是 Virginia呢 其實跟Twiki是雙胞胎姐妹對不對 好讚喔 我覺得姐妹可以一起這樣玩 感覺非常非常棒耶 其實很有伴 很有伴 然後妳跟Twiki雖然是雙胞胎姐妹 但是妳們玩的就是擅長的又不太一樣 比較擅長拍一些特殊的物體 或者是符號的東西 沒錯 因為我覺得 其實 每天的工作跟生活啊 妳會有很多話想說 可是有時候妳又覺得說好像 有時候不出個什麼東西來 對我會覺得說 攝影啊 加上一些符號 對可以表達妳自己心裡面那個感覺 我覺得妳是結合了LOMO跟哲學的感覺 都跟她隱藏的 對 她個性就是這樣是不是 好不過我們要先跟觀眾朋友們介紹一下 我覺得很多人都想要進入LOMO的世界 因為我們在成品啊 或是在一些書店 常常都會看到LOMO的書 覺得上面的照片好漂亮 但是到底什麼叫做LOMO呢 先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LOMO它其實是從俄文來的 這個字它的縮寫是 列寧格勒光學機械協會的縮寫 那麼其實當初在1914年的時候 這個協會就沙皇請他們 就是做一批相機 但是後來這個相機做出來之後呢 這個沙皇不接受 覺得這個相機有快門聲又太大啦 然後呢 這個體積又不夠小等等之類的 所以就把這些相機 發放到民間去 給民間的人玩 結果就掀起了一股LOMO風潮對不對 是 但是我想要問就是 現在我們一般會搞不清楚 底片機跟LOMO機 當初LOMO機它在設計的時候 它可能就是塑膠質感 然後有裝底片 但是我們現在也有很多其他的 底片相機是塑膠質感裝底片 那到底怎樣算LOMO機 怎樣不算LOMO機呢 其實LOMO機應該算是 LOMO其實它算是一個公司 它算是一個品牌 那它這樣子從他們 透過LOMO這個品牌 所生產出來的相機 才算是LOMO相機 那如果像我們市面上 一般看到有很多 譬如說像是日本的Vivita 或是像是一些Golden Health 那些其實不算是LOMO相機 所以像這台也不算是LOMO機 它就只是底片機 我們畫面上現在看到白色 藍色 這個它也不算是LOMO機 只是說這些底片機 它有時候可以透過一些技巧 拍出來的效果 跟LOMO機拍出來的效果 是很像的對不對 是… 那所以我如果想要 我如果想說我想要玩LOMO 我其實不一定要玩LOMO的機種 對啊 我買其他的相機 會可以把LOMO的精神 跟態度發揮出來 那其實像我們自己本身 是從玩LOMO開始 但是可能是因為玩完玩久 會常常是憋著相機 然後你只要看到市面上 出現新的底片機 就會覺得那我好想嘗試 沒錯 所以你們 Savivita的廣角那種的功能 所以你們現在也會背叛LOMO 這個品牌去買其他的底片機 當然會啊 然後也會覺得那 反正就是玩LOMO 就是都一樣的一種感覺 最主要是想表達自己的Style 其實LOMO是一種 隨拍的生活態度 隨拍的生活 這真的 拍出你自己想拍的 大家就理解了對不對 對 就是隨手拍 隨手拿 那麼也就是隨手拍喔 這個 這三位漂亮的美女 她們有訂出了 所謂的LOMO實踐 這一次她們三個 一起出版了一本書啦 叫做Hot LOMO 在Hot LOMO裡面 就有所謂的LOMO實踐 LOMO實踐有哪些呢 譬如說你就要 機不離手 手不離機 不分昼夜 隨時都拍 有到這麼誇張 不分昼夜 隨時都拍 像雖然說我們平常工作的時候 可是我們會把相機帶在身上 對 然後隨時捕捉瞬間的畫面 因為有的東西是稍縱即逝的 或者是這個機上 這個人她的打扮很奇特 或是她很 她是活在一種很奇怪的氛圍 那就是當然是瞬間拍下她 可是有時候女生包包裝很多東西 你怎麼撈就撈不出來 所以就是 我會有相機帶喔 我會有相機帶 你們都直接掛在脖子上了是不是 因為其實有時候 像LOMO 想說我拿起來這樣子的話 這個高度其實是可以直接這樣偷拍的 對 我們會這樣 或是放在包包裡面 然後隨時隨時 直接拿出來就可以拍了 真的是很瘋狂耶 然後還有就是 越近拍越好玩 為什麼要越近拍越好玩 因為其實像LOMO的FISH EYE 魚燕 它就是一種近拍那種 那個廣角會變得很 很可愛 對 像大頭狗的感覺 那還有像四格雞 有分田字跟 那是什麼 四格的 它就是你隨手都可以拋啊 拋結啊 對 然後有時候你可以玩一些畫面分割 對 所以它就是近的拍遠的也拍 OK 那另外還有就是 照片沒洗出來之前 永遠不知道拍偏了沒 而且你永遠不知道自己拍了什麼 我聽說那個 有玩LOMO的人啊 就是同好會 譬如說Twiki拍一卷 你拍完你也不知道你拍了什麼 然後呢 Virginia拍一卷 你拍完也不知道你拍了什麼 你們就兩卷交換 然後再拍一次 對 就是讓它重鋪整卷重鋪 對 這冒險很大耶 可是也會充滿期待 真的 因為其實有時候 可能是兩個人的風格 如果是很搭的話 那其實效果會是加倍的 對 所以也是考驗著彼此的默契 所以講到這邊 大家知道那個錢要多準備一點 因為真的就是 不知道你會拍出什麼 就是一直在碰運氣就對了 那不過我還想要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現在數位相機非常的發達 幾乎每個人也都擁有數位相機 那為什麼 LOMO風潮它會 這明明是底片機 大家覺得沒有那麼方便 為什麼它又會再重新席捲這樣的風潮呢 因為我覺得 應該是說它獨特的一些功能 像剛剛說到的Fish Eye 或者是四格機 或者是寬頸 或者是LCA 它其實每一台相機 它都有不同不同的功能 這些都是數位相機做不到的 也不是說做的 應該是說底片 帶來給我們很多的樂趣 像如果你想要玩正充複 你想要玩鮮豔的顏色 或者是你想要玩日系的清淡的顏色 你都可以依照底片相機各種不同的特性去搭配 然後表達出你自己的風格 所以在LOMO機的世界裡面 其實光線光影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反而就是說對焦有沒有對準 其實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對不對 你有沒有把東西拍清楚其實還好啦 是拍一種氛圍跟意境 對 一種氛圍這樣子 就是LOMO的態度 好 我們今天節目現場呢 其實也有很多台的LOMO機滿有特色的 我們要一一介紹給大家 首先如果你要入門的話 大家說一定要先挑選這一台LCA LCA它有什麼特色是讓你在入門的時候 一定要先做挑選的呢 像LCA它有自動光圈的設定 然後它還有焦段的設定 所以你可以近拍 或是拍中景拍遠景 LCA它是LOMO相機最經典的款式對不對 對 它是最經典的款式 而且一般大家好像是講說 就是入門的時候 因為它各方面的功能都還滿平均的